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这个单元的学习目标有三个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提到了需求 在前面的单元也提到了供给 那么在这个地方学习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希望让各位同学了解什么叫做市场的需求 第二个要让各位同学了解什么叫做市场的供给 第三个也有了市场的供给之后 我们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市场均衡它所发生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的学习方法包含了四个部分 第一个请同学务必在上课前先做好预许的动作 并发现问题 第二个在老师在课堂上面讲说的过程当中 请各位同学务必专心听讲 那有问题的地方随时询问老师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要求各位同学回去之后啊 课后的时候能够重新整理笔记 然后呢再好好的复习 那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一直在跟各位同学强调的是 经济理论非常的多 如果你要把经济学学好 一定在你的日常生活周遭当中 你一定要找到实际的例子 套用到理论上面来 我相信如果透过这样的学习 你的经济学应该可以学得不错 接下来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第一个我们要让各位了解 市场需求曲线是怎么来的 我们要怎么样去描绘出市场的需求曲线 第三个我们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什么叫做市场的供需曲线 那么有了市场的需求曲线 跟有了市场的供需曲线之后呢 市场的均衡它发生的地方 也就是在需求曲线跟供需曲线交易的地方 那什么又叫做超越供需呢 以及最后的 Aden Smith所说的 这一个一直看不见的手 也就是所谓我们刚刚在前面几个单元 也有提过的价格技能 这些部分都是我们这一个单元 所要跟各位同学讲受的内容 好 首先我们来说明市场需求曲线 请各位同学特别注意 每一个人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已经介绍过需求量 我们会每一个人会根据这个产品的价格 而对于这个产品 有它所固定的需求数量 那我们把它个别的消费者 对于个别的价格 所对应的需求数量 描绘出来 得到的是个人的需求曲线 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市场的需求曲线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个人的需求曲线 比如说一个市场里面 有一百个人 我们必须要把这一百个个人的需求曲线 做水平加总 我们就可以得到市场的需求曲线 好请各位同学特别注意 我们在做加总的时候 有所谓的垂直加总跟水平加总 请同学特别注意 我们在做个别需求曲线的加总的时候 是水平加总 特别把那个水平两个字把它圈起来 叫做水平加总 我们要做水平加总才能够得到市场的需求曲线 那么等一下后面的投影片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做加总的时候 请注意曲线的这个傲折的状态 因为我们在这一个投影片上面的例子 只有三个人 如果加总人数很多 比如说我们说市场上有一百个消费者 我们把这一百个人的这个个别需求线 做水平加总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可以得到一个平滑的市场的需求曲线 那接着请各位看 什么叫做水平加总 假设现在市场上存在三个人 甲 乙 丙 什么叫水平加总 各位看我现在在图形上面的说明 各位同学请看 比如说在P3的价格的时候 P3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在这个整个价格的这个轴子上面 P3的价格比较低 你看哦 甲的需求量是多少 甲的需求量是Q1 Q1那么多 那么在P3的价格的时候 乙的需求量是多少呢 是Q2那么多 可是在P3的价格的时候 你看丙呢 丙这个人是完全没有数量的 完全没有需求数量 也就是说什么 价格在P3的时候 对于丙这个人来讲 他还认为价格太高 他没有需求量 那么水平加总的时候 是什么水平加总 各位看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从 P3这个价格 这样一直画一条水平线画过来 画一条水平线画过来 这个东西就叫做水平加总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P3的价格 假设市场上面 有甲乙比三个人 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个人的量全部加总起来 对不对 所以各位看 我们说在P3的价格的时候 甲有Q1的量 Q1的量是这边对不对 然后呢 在乙的时候有Q2的量 所以 这一个地方 我们就把 Q1 加Q2的量加总起来 就可以得到 P3的价格的时候 市场的需求量是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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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这个人 就没有需求数量 那各位你看哦 在P2这个价格的时候 在P2这个价格的时候 甲有这一段的需求数量 可是你看 乙就没有需求数量 因为价格太高了 丙更不用说了 丙在P3这个价格的时候 就没有需求数量 何况价格更高的时候 所以你看这一段 我们做水平加总的时候 我们做水平加总的时候 就是直接是什么 就是把甲的需求量 直接水平的加总 移到这边来 这一个地方 就是甲的需求数量 因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乙没有需求数量 丙也没有需求数量 所以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一个点 跟这个点 我们把它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市场的 需求曲线 在P3的价格以下 如果我们再画一条水平线的话 对不起 这个线画的不是很平 你在做水平加总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 这一段的量 这一段的量 跟 这一段的量 这一段的量 还有这一段的量 做水平加总 你就可以得到 更平缓的曲线 以此类推 你在这个价格 比P2来的高的时候 比如在这里 比如在这里的时候 这一段的量 把水平加总 因为这边 乙跟柄都没有量 对不对 所以水平加总 就可以得到这条线 直到P1的价格的时候 更高的价格的时候 连甲也都没有需求数量 所以这边 把它移动过来 这个P1的价格的时候 需求量是0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这些点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市场的需求曲线 那因为现在 假设市场上只有三个人 所以这一条需求曲线 长的是有点像 凹折的状况 一折一折一折的 但是如果 未来人数如果越来越多 那一个凹折点就会不见 它就会变成是一条平滑的 由左上方 往右下方倾斜的一条需求曲线 所以各位从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把个人的需求曲线 做水平加总的时候 注意 做水平加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市场的 把个人的 做水平加总 就可以得到市场的需求线 好 接下来 在供给曲线的部分 也是依然如此 你把个人的供给曲线 做水平加总 一样 也可以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 那它加总的方式 这个图形 各位我想 这个部分呢 就留给各位同学回去做练习 我们就说明这个地方就好 你看在假设这是一个P1的价格 假设这是一个P1的价格 P1的价格的时候 甲的供给量是这么多 在P1的价格的时候 乙的供给量是这么多 在P1的价格的时候 丙没有供给量 所以在这一个价格之下 在这个P1这个之下 也就是把 1这一段 跟2这一段 把它做加总 1 这一段 跟2这一段 做加总 就可以得到这个量 那 依此类推 价格0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供给量 对不对 那这边是新的点 你就可以得到这一条 这一段的线 那接下来呢 价格高过于P1之后呢 价格高过于P1之后 你可以再去做水平加总 你就可以得到 更平缓的那条线 以此类推 你把这三个人的 在不同的价格下 所对应的这个供给量 所以做水平的加总之后 你自然而然 也可以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 好 讲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为什么要去说明 市场需求曲线的由来 跟市场供给曲线的由来 因为 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我们透过市场的需求曲线 跟市场的供给曲线 我们可以找出 市场均衡的所在 也就是这个单元的重点 市场均衡的所在 好 各位看 市场均衡的所在 发生在哪里呢 也就是 市场的供给曲线 跟市场的需求曲线 交汇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一就是市场的均衡点 一就是市场的均衡点 在这个均衡点 它所对应的是什么 所对应的是市场的需求数量 等于市场的供给数量 各位我要在讲市场均衡之前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均衡的意思就是 一旦达成了之后 就会禁止不动了 均衡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一旦达成之后 就禁止不再变动了 所以市场均衡会发生在 市场的需求量 刚好等于市场供给量的地方 完全没有剩 也没有所谓生产过剩的问题 也没有剩余的问题 所以简单来讲 市场均衡发生在需求曲线 市场的需求曲线 跟市场的供给曲线交汇的地方 那么交汇的地方 它所对应的数量 它所对应的数量 叫做均衡数量 那么它所对应的价格 叫做均衡价格 好 我们来说明 为什么市场的均衡 一旦达成之后 就会禁止不动了 如果今天发生了一个东西 叫做市场失衡的时候 各位看 如果今天有一个价格 高过于均衡价格 在这里各位看图形 这边有一个价格 叫做P1 我们说市场均衡发生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市场均衡的点 它决定出均衡价格 可是现在有一个价格 P1 大于均衡价格 那各位看 这个价格对应过来 先碰到的是需求线 对不对 需求线 那就是什么 在P1这个价格 市场的需求量只有那么多 可是在P1这个价格的时候 各位看 这个价格线一直往这边过来 过来 碰到什么 碰到供给线 供给量 在P1的价格的时候 市场的需求 只有什么 只有到QD 可是在P1的价格下 生产者愿意提供的数量是到QS 所以你看 这一段是市场上面愿意提供的数量 可是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只有那么多 那么剩下的这一段 剩下的这一段 叫做什么 叫做超额供给 如果用白话来讲 超额供给 用白话来讲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 就叫做 就叫做功过于求嘛 各位可以理解吗 你价格定的比军人价格来的高 站在生产者的角度 他愿意多提供一点 可是价格定的那么高 消费者不愿意买那么多 需求量只有一点点 所以多生产出来的 就叫做超额供给 也就是功过于求 好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各位接着看 功过于求 就会有存货的产生 如果你是一个厂商 你的公司存货太多 请问你 会不会为了要减少存货 然后什么 降价求售呢 降价求售 有没有 所以 当你价格定的太高 有没有 当你价格定在P1 定的比军人价格来的高的时候 产生了超额供给之后 你为了减少存货 你一定会降价 所以 价格会一直不断的往下降 降降降降 即使到价格在这里 一样都还有超额供给 所以价格会一直降 降到哪里 降到均衡 降到这个均衡价格的时候 市场就禁止不再变动 那相反的 有超额供给 一定有超额需求 那么超额需求 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你的价格 定的 比均衡价格来的低 好 各位看图形 P2的价格在这里 我们的均衡价格在这里 P2的价格比均衡价格来的低 对不对 那你看 P2的价格 因为价格定的比较低 所以市场上的供给量 只有QS plan 有没有 那因为你价格定的低 对于消费者来讲 这一条是需求线 对于消费者来讲 哇 你的价格定的那么低 那我当然愿意多买一点了 所以我的需求量那么多 好 那各位看了哦 在这样的P2这个价格下 我的需求量 我的需求量那么多 可是因为价格低 厂商只愿意供应那么多 那需求超过那么多的部分 需求超过厂商愿意提供的部分 那个部分就叫做超额需求 那么用白话来讲 超额需求 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什么 说成是 供不应求 也就是什么 或是什么 缺乏 不足 前面那个超额供给呢 厂商生产过多 所以叫做什么 过剩 这边叫做什么 这边叫做缺乏 各位同学去回想一下 刚刚我们在讲超额供给的时候 因为超额供给厂商多生产出来的 卖不出去 我们为了要减少存货 会降价求售对不对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供不应求 厂商生产的 还不够消费者所需求的 所以这个时候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因为厂商站在旧生产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就厂商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市场上面有那么多人 在需求这个产品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 你不是会认为 有利可图的时候 你认为大家都在抢这个产品 你认为有利可图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趁机提高售价 在这个地方 当市场上面产生供不应求的时候 厂商会趁机提高售价 好 所以价格就会不断的往上提高 往什么 往均衡价格移动 所以即使在这个价格 这个地方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样的一个价格 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样 也是有这一段的超额需求 只要有超额需求 厂商认为有利可图 都会一直提高售价 提高到什么 提高到均衡发生的地方为止 那如果你售价又提高 超过了呢 超过提高到这里来 那你又犯了前面的那张投影片 所发生的问题 你价格又高过于均衡价格了 所以又产生了什么 又产生了超额供给 那又产生了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的时候 你又要降价求售 所以我就说 我一开始就跟各位同学强调 一旦产生市场均衡 只要市场均衡产生了 它就会禁止不动 所以不管你是超额供给 或是超额需求 都会往均衡点移动 一旦到达均衡了 就不会再变动了 各位可以理解 你价格定的太高 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 我要先铺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有一个东西叫做 Aden Smith经济学支付 他所提出的一直看不见的手 各位 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那一只看不见的手 怎么说 当你价格定的太高的时候 超过均衡价格 产生超额供给的时候 不是就有一股力量 把价格往下压吗 那现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是因为你价格定的 比均衡价格来的低 是不是会有一股力量 把价格往上推呢 那股力量是什么 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因为你产生了超额需求 厂商认为有利可图 就会一直提高售价 提高到哪里 提高到均衡点为止 所以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会把价格往下压 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会把价格往上推 推到哪里 推到那个均衡 当我们达到均衡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能够达到均衡 就是因为那只看不见的手 它所造成的 那只看不见的手 就叫做价格机能 好 所以接下来 这个地方就是我前面所铺陈的 均衡市场价格出现之后 市场价格 就会反过头来引导 个别的厂商 还有个别的家庭 做支援配置 市场价格决定了 就消费者立场 他可以决定 我到底要买多少 那生产者他可以决定 他要生产多少 单位的产品 因为价格已经决定了 那个均衡价格 透过市场需求期限 跟市场供应期限 已经决定出市场价格 那么这个价格 谁决定的呢 没有任何人来决定 是什么 是市场上面所有的人 包括厂商跟这个价器单位 也就是消费者 共同决定出来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是均衡的价格 只要你偏离均衡的价格 就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来引导你朝向那个均衡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 就是我们在这个投影片所说的 比如说你价格定的太高 就有一股力量 把价格往下压 当你价格定的太低 就会有一股力量 把价格往上推 这个力量就是价格机能 透过价格的自行调整 价格太高压低 价格太低推高 透过价格的自行调整 使市场朝向均衡 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价格机能 那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造就这个价格机能存在呢 就是那一只看不见的手 这个看不见的手 记住各位同学很重要 这一只看不见的手 就是价格机能 好 谈完了这个理论的部分 接下来 我们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跟各位说明 均衡价格跟均衡数量 如何决定 那各位在做这样的地体的时候 一定要有图形的概念 如果是我 我会在旁边 我会在旁边先画一个小小的图形 告诉自己 这个是我们的数量 这个是我们的价格 这是我们的价格 我们有一条需求曲线 我们有一条供举曲线 在前面的单元我们所叙述的 需求曲线是一条负写率 供举曲线是一条正写率 对不对 它说需求线与供举曲线分别是 所以这条需求线 标示的是 P等于30-Q 对不对 那么这个供举曲线 它标示的是 P等于2加Q 那刚刚我们在前面 已经说明了 市场的均衡 发生在需求曲线 跟供举曲线交汇的地方 如果各位已经了解 这样的概念 那均衡不是就会发生在 市场的需求跟市场的供举 相同的地方吗 那我们不是可以令 需求级线等于供举曲线吗 那 D呢 不是等于30 减掉Q吗 S 不是等于2加Q吗 我们令 这两条线 交汇的地方 不是就令它相同吗 那我们做一个移向 把这个-Q移过来等号的右边 就变成2Q 把这个2移到等号的左边来 减2就变成是28 所以Q呢 就等于14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均衡数量 那再带回呢 再带回其中的一个式子 带回P等于30 减掉Q 那么这个P star呢 就是等于30减14 所以等于16 所以这一集的答案 我们的均衡价格是多少 就是30减14 所以均衡价格 是16 均衡的数量呢 是14 好 各位 我们要根据这样的题目 继续往下 一样 请把一个简图画在 旁边 这是我们的数量 这是我们的价格 我们前面已经算好了 各位看前面 我们的均衡数量是14 均衡价格是16 所以这边是14对不对 我们这是均衡的数量 均衡的价格 这边是16 好 我们简单的举这两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6 当价格等于12的这个部分了 请各位回去练习 各位看 价格6在这里 你有没有回想到我们在前面刚刚讲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的低 还有一个是什么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的高 有没有 这个地方是什么 P等于6的时候是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的低的时候 各位 复习一下 当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的低的时候 其实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超额需求 当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的高的时候 厂商愿意提供的比较多 消费者愿意买的比较少 所以会产生超额供给 这个是过剩 这个是不足 我说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 好 那一样啊 他现在这个题目是问你说 价格等于6的时候成交量是多少 各位 价格等于6 带入不同的式子 6等于30-Q 另外6等于2加Q 可是这个是表示什么 这个是表示需求曲线 也是表示需求量 这个是表示供给量的 好 我们再去做 把它再移向 所以Q移到等号的左边来 变成是正的 6移过来变成是负减6 所以Q是24 这个表示什么 需求量 然后呢 供给线的部分呢 Q 把这2移过来等号的左边 所以是减2 所以是4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啊 表示在价格6的时候 我们的供给量 只有4单位 可是因为价格太低 只有6块钱 哇 消费者需求量是24单位 那我要问各位 现在我们算出了两个量 两个数量 一个是4单位 一个是24单位 请问成交量是多少 是24单位吗 还是4单位 各位 这个当价格等于6的时候 成交量是什么 成交量是4单位 因为价格6的时候 市场的供给量 厂商愿意提供的数量 只有4单位 虽然消费者的需求量是24单位 可是最后成交的只有那市场上的 生产者提供的4个单位 那接下来 价格等于20的时候呢 各位去看 价格等于20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你把20带进来 你把20带进来这个地方 价格等于20带进来 对不对 你可以得到 这个是需求线嘛 所以你可以得到 需求量是 10单位 对不对 回去练习 价格20 带到供给线来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20等于2加Q 对不对 那么2 移到等号的左边来 所以Q呢 Q等于18 所以换句话说 当我们价格定在20块 比均衡价格来得高的时候 价格高 需求量会比较少 所以需求只有10单位 可是价格高的时候 生产者愿意提供很多 因为价格好啊 愿意提供18单位 所以最后成交量是多少 各位想想看 成交量会是18个单位吗 市场的总供给量是18个单位 可是市场上的总需求量只有10单位 所以最后的成交量只有什么 只有10个单位 好 后面的例题呢 是说当价格是6 20的时候超额供需值又是多少 我们回到前面这个投影片来 各位 各位当价格是6的时候 因为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得低 所以我们说当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得低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超额 因为不足嘛 所以会产生超额需求 所以各位 当价格等于6的时候 超额需求是多少 超额需求是24单位 对不对 这边是24单位 但是供给只有什么 只有4单位 需求量是24单位 供给只有4单位 所以超额需求是20个单位 好 那如果价格是20的时候呢 价格20块定的比均衡价格来得高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超额供给 也就是供过于求 好 到底是超额供给 多少单位呢 各位看 我们的供给量 当价格是20块的时候啊 市场上的供给量是18个单位 可是市场上的需求量只有10个单位 所以多出来的这个8个单位呢 就是我们的超额供给 好 到目前为止了不了解 所以回去 各位去练习 当价格等于12的时候 可以先跟各位同学讲 当价格等于12的时候 因为它的价格低于均衡价格的16块 所以那个答案一定是什么 一定会产生超额需求 因为你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得低 市场上就会有比较多的需求 当你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得高的时候 市场上就会有所谓的超额供给 请各位同学 透过刚刚这个立体的这个解说啊 去联想说 均衡的价格跟均衡数量 其实是发生在市场的需求曲线 跟市场的供给曲线交汇的地方 那么交汇的地方决定出均衡价格跟均衡数量 如果一旦我们偏移了均衡 比如说当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得高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超额的供给 那如果价格定的比均衡价格来得低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超额的需求 所以当有超额需求的时候 市场上面就有一股力量 把价格往上推 如果市场上存在着超额的供给 那么也就有一股力量 把那个价格往下压 把价格往上推 跟把价格往下压的那个力量 就是价格机能 也就是亚当神秘师所说的 那一只看不见的手 所以希望各位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透过那个例题 把这些这个单元里面所叙述的概念 好好的再重新复习 预祝大家学习顺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南轛